我们看page44页 从这里有一个立体 这个立体它是说有一个半径为A的金属球 它带的电量是Q 因为它是金属球 所以它带电量Q是全部分布在于这个球面上 外面被一层界电值为B的 就是它的外半径是B 这一层界电值包围着 再出去就是自由空间 那么这一层的界电常数是YR 那么我们设定无穷远处的电位是零 现在要求这个球星这个地方的电位 那么要求电位 我们看看我们用什么办法求电位 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可以用点电荷求电位 如果不是点电荷 那就连续分布电荷求电位 如果电荷分布 有对称的状况 像这种球状对称 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求电厂 然后再求电位 可是现在因为有界电值的出现 我们一般电厂的高斯定律 就不好用 因为它有一部分 这个上面的感应电荷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要用什么呢 用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把电位移求出来 然后再求电厂 有的电厂再求电位 那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式子 高斯 Electric Displacement的高斯定律 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因为它要有一个封闭面 这就是说Electric Displacement 它的flux 穿过一个封闭面的总flux的值 要等于这个封闭面 包在里头的自由电荷的净值 所以你要有一个封闭面 这个封闭面我们就取半径为R 这个为R的一个球面 同心球面为高斯面 因为它是同心球 所以这个面上任何一点 你来看这个电荷的分布都一样 所以这些电荷对这个面上的每一点 所产生的电位移 没有理由说哪一点的电位移比较强 哪一点比较弱 应该通通一样 所以电位移就是常数 那么由它对称的关系 你这边有个DQ 那在这里产生的D就是朝这边 那在这个对称 以这个轴对称的这边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DQ 所以它产生的电位移是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电位移大小一样 跟这个夹的角是一样 所以它的核向量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 所以就是R的方向上面 然后我们再取DA 在这个面上面 在这一点上面取一个面积基数 因为它是球面 所以面积基数也是朝R的方向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资讯带到高斯定律里面去 因为这两个平行 你看R这也是R DQ以后就变成纯量 然后D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DA的积分就是这个高斯面的面积 4πR平方 它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右边 右边 Q encroost Q F encroost 那么小于A的时候 当这个位置小于A的时候 你看这个里头没有电荷 因为电荷都在这个球面上 所以这个等于0 那么如果是大于A的话 大于A的话 那么它里头的电荷就是全部的Q 所以我们右边有这两个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来电位移 它也有两个区域的值 一个是大于等于A的时候 然后这边要等于Q 所以D就等于这个值 大小求出来以后 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然后小于A的时候 Electric Displacement等于0 那现在我们有了电位移 有了电位移 就求电场 我们利用这个关系 线性的物质里面 Electric Displacement跟电场 有这种关系 你可以写成Y1 也可以写成Y0 Y2 那么我们既然就把这个D 带到这边 1 1要等于大于B的时候 因为大于B 这是真空 所以它是D over Y0 那就是D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D值 被Y0来除 如果是在B跟A之间 因为它有界电值 它就是被Y来除 那就是等于4πY0R平方分之Q 如果小于A的地方 D等于0 那电场也就等于0了 好 现在我们要求 求星处的电位 但我们要求任何一点的电位 我们现在看 目前我们这个电荷 是分布在一个有限的区域 就是球面上 因此它无限远的地方 看这个电荷 带电体 就像个点电荷 所以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就趋于0 于是我们就可以设定 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于是求星处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求 本来我们是任意点的电位 是从R到无穷大 然后R到A 然后A到B B到无穷大 我们把它带进去 我们把它带进去 电荷是这个值 B到无穷大的时候电荷是这个值 我们就把它积分积出来 这个是0 这个积出来就是 这两个带进去呢 它就变成这两项 这个积分积分的地方 这个积分以后 你把这个带进去 就是这项 这个就是球星的地方 它的电位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界电子的球壳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球壳它的极化强度 Polarization 我们就把Polarization的关系找出来 线性关系的Polarization是这个 那么在A跟B之间的电场是这个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4πY0RP放在Q 乘上R Univector这个值带进去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再把Y0成YR 所以Y0约到一个就是YR 那这开1是等于YR减1 因为YR我们定义它是1加开1 有了Polarization 我们就可以求这个界子里头的体积电荷密度 就是Row RowB我们用这个带 RowB用等于 RowB就等于负的 Diverging Polarization 好 那负化在这里 Diverging 球坐标是用这个值 那我们就把P的R Component带进来 这全部都是R Component嘛 所以它就是等于R平方乘上R Component 好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R跟这个R可以约到 因为它不是零啊 在这里 R不是零啊 零的话就是零分之零 这个不定值我们不知道 不是零就约掉了 那常数的积分 微分就是零 所以它没有体积的电荷密度 通常线性的都不会有这个 那界电子的极化表面电荷 极化表面电荷 有两个表面 一个是内表面 一个是外表面 表面极化电荷 它跟Polarization的关系是这个 那么我们看 当它在内表面的时候 这个界电子的Normal Direction 是朝外 朝这里 所以它是-R 那么我们就把Polarization Dot to R 这变成-1 R要等于A 带进去 所以 内表面是这个字 那么外表面呢 R要等于RB N要等于R 因为这一层 这一层界电子向外 在外面是向外 Normal Carbono向外 是正的 所以它就是Polarization 这两个正的相乘 所以是正值 那你把这个BR 等于B带进去 那么就是这个字 内表面的 内表面的 计划电荷 外表面的 计划电荷 好 我们再看一个 例子 半径为A的一个 借电子 这是借电子球 里头有自由电荷的分布 那它的体积电荷密度Row F 等于KR R就是从中心点 算到某一个位置的 一个距离 现在要求 球星的电位是什么 表面的 极划电荷密度 这个表面 极划电荷密度是什么 还有它的体积 极划电荷密度 是什么 这个是自由电荷密度 我们要求的是 极划电荷密度 那现在我们呢 一样 因为它要求什么 求电位 电位通常 我们这种状况就是 由电厂来求电位 因为电厂可以用高四定律 不过现在因为是借电值的关系 你不能够直接由电厂的高四定律 来求电厂 我们必须用电位移的高四定律 来求电位移 电位移求出来 再求电厂 电厂求出来 再求电位 所以我们现在 用这个式子 那你要取封闭面 这封闭面就是取半性 为R的一个同心球壳 为高四面 面上面呢 低得于常数 因为它处处所看到的 处处所看到的电荷的分布 是一样 所以这上面的电位移 应该是处处都一样 所以是常数 有对称的关系 这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这里如果有一个Q呢 在这里 这里有个Q 在这里产生的D就是这个方向 那么对称的地方 有个一模一样的Q 产生的电位移是这个方向 所以核向就是R Univactor的方向 那你在这个地方 球面上取一个面积基数 它还是球面的一部分 所以它的方向 也是R的方向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很有用的资讯 带到高斯定律的左边 这个我们刚刚也做过 就是这个字 右边呢 那就看 在球内的话 球内 QF 通常我们要用Rho F D Tau来积分 就是体积分 Rho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要取一个体积基数 球核状的体积基数 我们以前做过 就是这个球面 4πR平方 再乘一个DR的一个厚度 就是一个体积基数 这个积分要从零 因为这个Q 是高斯面里头的Q 所以它就是零到R 积分积到R就好了 积出来是这个值 因为你看这个是R三次方 所以积出来呢 就是这个值 那球外面呢 这点如果画到外面来的话 左边还是一样 右边 它的Q是在这个里头 所以你虽然球克 高斯面在这里 但是这里就没有电荷 只有这里有 所以它的积分跟这个一样 这是上下线变成零到大R 到A 到A 于是积出来就是这个值 左边有了 右边也有了 于是我们把它带到这个 高斯定律里头去 左端等于右端 我们就得D 是等于 拍个月价 四分之K R平方 那我们知道 它的向量是R univetal的方向 所以它的向量呢 就是这个值 这是里头 那外头呢 右边是等于这个 所以外头 球外面 Electric Displacement 是这个值 有了电位 有了电位仪 我们去球电场 用这个来球 线性物质 D等于Y01 那球内 球内的Epsilon 就是Epsilon 球外呢 它的Epsilon Zero 就把Epsilon Zero 成到这里来 球内的电场 球外任何一点的电场 然后再球电位 因为电荷是局部分部 可以设定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为零 于是球心处的电位 这个跟刚刚上面一体一样 零到无穷大 电场的积分 零到A 是用球内的电场 A到无穷大 用球外的电场 所以你就把这两个 一个带到 这里来 一个带到 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带到这里 积分的话 这个直接积分 这个零就是零的 带进去 它就是等于 12 Apsilon Zero 可以R三次方 那这个呢 它就是 这是无穷大的话 就是零带进去 然后A带进去 无穷大 跟A带进去 这个就是 变成加的 4Epsilon Zero 可以A三方 因为这是A到A 跟A四方 约到一个 就是等于这个 这就是球心处的 电位 好 现在我们要看 极化强度 极化强度 只有球内才有 球外都是自由空间 没有什么极化强度 没有东西可以被极化 所以它就是这个枝 你把球内的电场 带进来 这就是极化强度 好 然后极化强度 知道了 我们就求 极化强度有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 求表面极化电和密度 它是等于这个枝 表面在这里 表面是R等于A的时候 所以P dot N 而在表面上 它的normal direction 就是R的方向 这就是R的方向 所以 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就是这个值 到一个R Univector 这两个DOT就变成1了 A等于R等于A带进去 就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Y0 把这个画一画 这个画一画 OK 那这个可以变成这个 Y2-1 那这个沉进去就是Y2-Y0 这就是表面的极化电和密度 这里有这个关系 体积极化电和密度 带这个式子 Polarization是这个 那这个常数提出来 Diverging E 就是等于R平方分子E Partial Partial R R Square A2-3-1 球内的电场 你把这个带进来 带进来 那么这个带进来 它就变成R的四次方了 然后对R做 偏为分 然后偏为分以后 然后我们这个四次方 再不是 这是偏为分 就变成R的三次方了 好 那么我们再化解 就变成这样子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我们这个例题 好 再来我们就看 另外一个例题 就是有一根 带有电 有电荷均匀分布的 一个电线 线上面有电荷密度 Lamina 细长的电线 上面的电荷密度 那是Lamina 它就包在一层 外半径为A 包在一个R 这个包上一层 这也是无穷 无线场 界电场数是 YR的 绝缘圆柱体内 现在要求空间 任意一点的电位 外移电场 电位 计划强度 计划电荷密度 等等 任何一点 包括圆柱体的里面 跟圆柱体的外面 好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像这个 你要求电位 电场 当然我们先求电场 再求电位 然后有了电场 这些都可以求 但是现在因为有界电值 所以你不能直接用 电场的高斯定律 我们要用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好 那么现在用这个式子呢 你要取一个封闭面呢 封闭面就是取这个 虚线所画的这个封闭面 它的高度 长度是L 半径是R 圆柱面 轴也是在同一个轴上面 那你在这个面上面 任何一点呢 所看到的这个 这个 Laminar都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D 就是这个 这个D1就是 因为现在的面 分成三个面 上底下底跟弯曲面 弯曲面当作第一个面 它的D是常数 然后你在这个面 取一个D1 D1的一个面积基数的话呢 那这个是跟 也是Row的方向 跟D1同方向 所以就是平行 然后上底呢 上底 我们没有理由说 D2是常数 因为这个地方 这里比较靠近轴的外面 这靠近轴的 比较靠近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D不见得是常数 但是它一定是朝这个方向 有对称的关系 我们知道它跟这个一样 朝这个方向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上底取一个面积基数 它跟这个面一样 垂直的方向 跟它垂直就是朝这里 这两个垂直 下底也是一样 D3跟DA3垂直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这些带到高四定律的左端 左端是等于什么呢 分成三个底 这个分成三个面 曲面上底下底 那我们把这三个资讯带进来 它就等于这个D1跟DA1平行 所以这变成纯量 所以这变成纯量 这两个D2跟DA1垂直 这个是零 D3跟DA3也是垂直 也是零 所以就是这个值 那D1是常数提出来 那DA就是这个高四面的 这个曲面的面积 它就2πR乘上L 那右端呢 右端是等于这个面里头 所包含的 FREECHARGE的NETVALUE 那么它就等于LAMINA 乘上L常嘛 然后这个左边等于右边 左端横等于右端 就是这个 D就等于这个值 有了D以后我们就可以求电场 电位仪它的向量是这个 电场圆柱体内 它是D over Y Y现在就是Y0、YR 因为它告诉你的是YR 所以Y就是这个值 那你把这个带进来 这小于A的 圆柱体的外面呢 圆柱体D还是一样 D不管你里头外头 都是一样的事 那外头的话 它就被Y0来除 它的Y就等于Y0 所以这个是大于A的地方 现在要求电位了 由于电荷分布于 无限长直线上 它不是局部分布 就是说电荷 它的量可以是无穷大 所以不可以 假设无限远处的电位为0 这个我们在第二章就讲过了 对不对 我们就设定一点 设定是哪一点呢 距离带电的直线R等于A的地方 电位为0 R等于A的地方就是圆柱体 抱着一层圆柱绝缘体的外表面 那个地方等于0 这空间任意一点的电位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外面 从A到R A就是这个 绝缘体的外缘 A到R这个地方 这就是这个 它从A开始 A就是 你如果这个等于A的话 就是表面上这一点 电位等于0 对不对 越远的地方 电位就越大 内部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带进来 积分就变成这个 就是R要比A小 比A小的话 将来这个值是一个负值 电位求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求 界电值的极化强度 这个界电值这个地方的polarization 我们就用polarization 我们就用polarization的 这个定义 用这个 Electric Displacement的定义 是这个 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就用 Y0 开1 这样 这个是 是从定义开始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D跟1的关系 带进来 就变成 D等于Y乘以1 我们直接就用这个好了 这是Y0 开1 因为这是 我们假定它是线性的 Di-electrics 那么小于A的时候 小于A的时候 那么小于A的时候 polarization 就是这个 这个用内部的电场 小于A就是电场 是内部的电场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值 乘上1的内部 我们刚刚求出来 然后Y0 跟Y0 约掉就变成这个值 大于A的话 因为外面 是自由空间 没有东西可以被激化 当然没有激化 电场密度 等于0 体积极化电场密度 我们用这个值 一定在里头才有 然后我们带到 Divergent P 现在又用什么 用圆柱坐标 Divergence 圆柱坐标 其实圆柱坐标 是这个样子 R负R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 r P 内 就是这个值 带进来 你看这个 这个R 不是0 约掉 就是0 成数的微分 就是0 没有什么体积 没有什么体积 电荷密度 因为它是线性的 表面 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 那就是 那就是 这个表面 它是等于 P N 那P是指什么P呢 这个里头的 P 是指 Polarization 是指这个 Polarization P是指这个 N 这个 是圆柱体 这个是圆柱体 那么它的表面 就是R 应该是R的方向 应该是R的方向 那么我们都是用R没关系了 R 我们现在半期是用R表示 所以 结果就是这个字 表面 电荷密度 就是这个表面 N是R的方向 是这个字 好 我们再看一个 题目 好 这个题目是 这两块是金属板 金属平板 面积都是A平行的 那在这个当中呢 原本是真空的 那现在我们插进来一块 后为T的一个界电值 界电常数是Y2 这两块的距离 金属板的面积是D 那现在 这个插进来以后 我们要问 两个金属板间任意位置的电厂 电位仪跟表面电荷密度是什么 就是求这个 现在它这个空间 有真空 这两个是真空 这个是界电值 这个是界电值 要求这个空间 真空跟这个 它的电厂 电位仪 还有表面 表面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 OK 好 我们说两个金属板的大小规格 这里有告诉我们 D 平方圆小于A 因为A是面积 D是这个距离 这个圆大于A 圆大于A 所以可以将这两个带电 平行板的面积A 就看成无限大 就马马虎虎把它看作无穷大 那么这两个平板之间的电厂 与导体表面 这种情况我们看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这个当中的电厂 可以看为均匀 只有旁边一点点 它的电力线是弯曲的 这里都可以当作是一组平行线 所以它的电厂的方向 是从positive charge 到那个 这个是电位 这是比较高电位 这是低电位 从高电位到低电位 那就是X的方向 我们判断了 OK 于是 Electric Displacement 因为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把电厂的方向 决定 而电位移的方向 不论是这里的电位移 这个表面的电位移 还是这个里头的电位移 这是绝缘体里头的 还有自由空间的电位移 它的方向都跟电厂要一致 因为你电厂 像这个电厂 让这个物质激化 激化强度跟电厂同方向 那么电位移呢 它又是激化强度 它是电厂 电厂 Y0E加P 对不对 又是同方向 所以都是X方向 所以E跟P都是X方向 所以D也是X方向 好 我们就假设 这个叫做Dielectric Region 它的电厂是这个 这个值不知道 D那一定等于这个值 线性的 这个不知道 然后 这个是自由空间 自由空间的电厂是E Vacuum Electric Displacement 在自由空间 这个地方就是Epsilon Zero Epsilon就是Epsilon Zero 这个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 就这两个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D跟它的关系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么 我们现在要取 closed path a closed surface 那我们就取这种 像这个 这个扁平的一个圆柱核 它一半是在 就是 它的这个表面 这个表面正好在这个 到底表面的外面 其他的都在到底表面的里头 因为这个画得比较厚 我们看得出来了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个推到这里的时候 要不然你就画得太薄 就看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高湿面做成这个样子 一个底在这边 一个底在这边 这是弯曲面 底面积我们都当做它是 DELTA A DELTA A 左侧呢 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 左侧都在 金属板内 金属板内 右侧的底 在两个 像这个 右侧的底 在两个金属板的中间 像这个是在这个 两个金属板的中间 好 左侧底 因为金属板里头 里头没有电场 静电场 没有嘛 所以也就没有D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表面上 这个D跟DA D是 在这个金属板之间 这个应该写错 应该是D跟DA平行 D是电场的方向 DA也是这个方向 因此这个就是平行 在这个当中 D跟这个平行 二金属板间 这个二金属板间 就是这个地方 给我看 金属 圆柱面 金属板上面 是这个 哦 这个 它这个是指 这个是指 曲面 曲面 曲面的面积是这样子 所以它跟D是垂直 这是曲面 所以右侧的底面 右侧的面 这个我们算圆柱底的底 D跟DA是平行 这个是圆柱面 这是圆柱面上面 圆柱面上面 OK 圆柱面上面 当然里头 当然是D等于0了 外面的话呢 那这个跟它垂直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指 带到左端来 左端就等于 左边的面 左边的面 的积分 加上曲面 加上曲面 左边的面 底面 加曲面 再加上 右边的面 右边的面 OK 好 那么这个积分等于什么呢 好 那么 左边的面 都在 金属 体的里面 所以D等于0 积分就是0 曲面 我们刚刚说 D也是0 D在金属板里头 它的曲面有一部分在金属板里头 也是0 在这个外头的这一点 是垂直也是0 到底也是0 所以只有这边 右边的话呢 D 跟DA是垂直 EV也是朝这边 ED也是朝这边 所以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左端就是等于这个 好 那么右端呢 是这个导体 圆柱体里面所包含的自由电荷 它包含的自由电荷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面积只DELTA 面积DELTA 我们假定 它的电荷密度是SIGMA F 现在还不晓得 我们先用SIGMA F来带 OK OK 我们就把这个 左端跟右端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左端 等于右端 DELTA DELTA D就等于SIGMA F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向带进来 D等于SIGMA F XX X UniF 这个还不知道 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电位差 好 现在我们说SIGMA F 是代表导体表面的自由电荷密度 这个表面的自由电荷密度 OK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D 求出来了是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用线性的介质 D跟1的关系是这个 求两个金属板间的电荷 这个电荷有两种区域 一个是真空 一个是界电子 自由空间 自由空间就是指这里 或者是这里 这里 以及这里 都是 它等于D over Epsilon 那就等于SIGMA 0 over Epsilon Zero 好 那么 在这个当中 它就是D over Epsilon Zero Epsilon R 就是这个值 现在SIGMA F 还不知道 因为二板间的电位是已知 所以电位差是已知 它是X等于0到X等于D的积分 因为这个当中DL 你如果是走直线这样也是DX 这个也是X方向 所以就可以写成纯量 写成纯量以后 写成纯量以后 我们积分 就可以怎么积呢 比如说 从这里积到这里 就是E等于1D 厚度是T 厚度是T 然后在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跟从这里到这里 所以 电场是EV的值 EV都一样 这个EV跟这个EV一样 跟这个EV一样 所以它积分是 从这里到这里 再从这里到这里 所以这个距离 EV就是D减掉T D减掉T 那我们现在 把ED跟EV带进来 我们可以整理以后 变成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由这个式子 就是 求出SigmaF 因为 这个才是一致 所以 SigmaF 用Delta V 来表示 它 用Delta V 表示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我们再把它 带回 原来的Electric Displacement 原来这个不知道 对不对 就是这个字 再带到电场里头去 这个我们原来也不知道 我们刚刚说不知道 现在把这个SigmaF 带进来 就变成这个字 那么在 借电之场 借电之沉的电场 就是贝 就是这个式子 你把SigmaF 带进来 就变成这样子 好 激化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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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这个 线性的 关系 P跟E E一定是VD 一定是 dielectric层才有 那这个就是 开E 开E 因为E加开E 是等于 YR 所以我们 开E就等于 YR-1 了 ED求出来 对不对 刚刚求出来 就是这个字 Polarization 好 借电之沉的 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借电之沉 刚刚借电之沉 是中间那一层 因为它的电厂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激化电荷密度 这个是X方向 右边的是X方向 左边的是-X方向 不过我们现在 不管它 我们用绝对值 本来有正有负 我们先用绝对值 它就是等于 用正的 这个 DOT X Univactor 就是这个 体积的 激化电荷密度 我们用这个关系来求 Polarization 是这个 那么 我们用的就是 迪卡尔坐标 那这个 里头 都跟X没关 都是常数 所以它的Divergence Divergence 有微分的特性 所以就是零 这一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